今天是4月24号星期天 天气温度好像是最近最高的一天 十七八度 现在还是有风感觉没有那么高 但是还是很暖和的 太阳也很好 所以把我的所有的绿地苗都搬到外面来晒太阳 这样趁这个机会也给大家 带领大家整个参观一下 这个是西红柿 西红柿已经开始从一两星期之前 有针叶出来以后就开始喂肥水了 你看现在长得粗壮多了 运斗也是 长得也是比较大了 里面那个笔麻花也开始都发出来了 这个毛根看也都长得大了 再长大一些 可以移到直接动到盘里面了 但是现在也可以让它在里面再长一长 这个呢大梨花我看一直没有反应 但是今天一看你看冒出开始冒出芽了 还有辣椒 辣椒长得是慢一些 但是也开始有针叶了 每个盆每个盒子都有发出来的发芽率 出芽率是很高的 都是我自己留的种子 西红柿也是我自己留的种子 还有在商店买的西红柿 抠出的种子 这几个盆里面呢 种了几些小红萝卜 都冒出苗了 都冒出苗了 这些也是小红萝卜 这个还是红跟菠菜 小红萝卜和生菜这一段呢 它因为生长期很短 所以你要间隔的种 一个星期要种一下 然后隔一个星期再种 这样你不但会有吃的 不要一下种太多 最后一起出来的时候就太多了 结果吃完了没有了 因为它生长期生长很快 所以你要一批一擦一擦的不但地种 这样就不但地能吃下去 你看那个是小的 你看这个小红萝卜 就是比它种了早的 也放在小温室里面 所以长得更大了 还有这个是红跟菠菜 这个也是红跟菠菜 看这个小红萝卜 这是生菜 这也是生菜 这个是我的小温室被风吹倒了 里面的土都散了 所以你的小温室放在外面 一定要给它固定好 这里面呢 也是就是不同时间中的生菜 现在是都出来了 这个是小红萝卜 也都发出来了 这个温德搜影11月份的香菜 开始冒芽了 这个是Cale 你看也都冒芽了 那么生菜是出的是最好的 也是温德使用1月份 直接在外面 种了以后放在外面 也不用浇水 也不用管 你看也都发得很好 这个生菜 最后一个看一看 就是这个桃花一朵准备开了 单独的就这一朵 好 谢谢收看 拜拜